您能介绍一下您刚刚滑雪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吗 我呢以前呢在欧洲滑过雪 那么然后呢那个是冰雪就是冰刀雪 所以说呢这个主要是掌握那个平衡 另外一个呢是掌握那个人的身体勤轻 所以说呢我第一次滑的不是属第二次就很顺利的下去 这是您在温州第一次体验滑雪吗 滑雪我是在这辈子第一次第一次提一些真正的滑雪 刚刚您就是说滑下去的时候有害怕吗有紧张吗 第一次很可怕 第二次就没事了 第二次就没有关系了 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冬奥会呢就是正在举行当中 您就是对我们平时对我们体育运动有关注吗 是啊我呢是很爱好体育的 之前呢我也是航大体育系毕业的 本来就搞夸朗的 所以说对体育呢我非常喜爱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体育啊 水平经济水平越来越高 那么在世界上的那个影响的越来越大 作为我们来华侨来讲都非常开心的 我就是说明国力强盛啊体育也就非常强大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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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